昨天做了成都小吃冒烤鸭 经过一天的复盘 在昨天的基础上优化了一半 现在把优化后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冒烤鸭的做法其实很简单 前提是烤鸭不要自己做 我叫的是外卖一整只50多 但一个人吃半只就足够了 你不要点那种餐馆里边的北京烤鸭 就买最普通的烤鸭就可以 其他的配菜根据个人喜好准备 你火锅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 调味上主要用到三种调料 火锅底料一块浓汤饱 半碗的辣椒油 这个菜红油是不能少的 炸完辣椒油的香料可以放在锅底里边 昨天的底料我用的是牛油的 今天我换成了青油的 因为烤鸭在煮的时候 它的油脂就会融到汤里边 两种动物的油脂吃起来就有点腻 锅底煮开之后盖上盖子 能煮五分钟 这样味道更浓 然后把锅里的调料都捞出来 烤鸭要煮五到八分钟 其他食材按照自己喜欢的口感烫熟就可以 我们来调一个料汁 辣椒油 白胡椒 味精 白糖 还有香油 浇两勺锅里的汤底 搅拌一下 倒在煮好的菜上 放上葱花 大蒜 这些就可以了 我们就把锅底煮送到处理 简直到锅底煮 这个可以为你把锅底做得出 好 只要送过锅底油